妳維持婚姻的秘訣是 今天要為滿足她 生活當中多多少少 一定要製造一些粉紅泡泡 即使是就是硬做出來的 對 妳可以不要鬥臉的那樣 就是有時候其實 不一定那麼的浪漫 但是妳就是假裝很浪漫 就是一切真的人生如戲 一切靠演技 我覺得還有夫妻 有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儀式感 所以像今年情人節 我老公只請我吃了一個 雞腿的騙單 我很不爽 妳看妳到現在還沒有補 她已經講了多少次了 三月十四都快過了 我跟妳講 真的 我說老婆 我們沒有在意這個啊 我說誰說的 妳維持婚姻的秘訣是 盡量的滿足她 沒有啦 就是身心靈各方面 因為我覺得夫妻是這樣 因為我跟我老公真的很愛聊天 所以我們其實聊天的時間非常長 他們真的很愛聊 而且兩個是搶話講講不停 就是講說怎麼可以這麼多話 已經一整天錄五集了 她還可以回家一直講 就是很愛分享 對 所以就是妳跟老公有很多 共同的話題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是維持婚姻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然後如果說妳會覺得說 我最近跟老公就生活沒交集啊 要創造交集 就是想辦法 對去找到妳們兩個都可以接受的事情 來創造這個交集 然後增加妳們的話題 我覺得也是這樣 就是說妳的生活當中 多多少少一定要製造一些粉紅泡泡 對 即使是就是硬做出來的 對 妳也不要揍演的那 做就靠有點 對 有時候其實不一定那麼的浪漫 但是妳就是假裝很浪漫 就是一切真的人生如戲 一切靠演技 就是演出來演著演著也會蠻像真的 對 之前啦 有陣子她真的蠻常不在 所以我都是一打二啊 然後就是 常用工作填滿自己啊 或者是不斷地跑步運動讓自己放鬆 對 但因為這陣子她都在 所以也就覺得 又想她走是不是 對 沒有這樣 我就覺得很珍惜 我們兩個的相處的時光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是 從結婚到現在 有一半的時間她是不在我身邊的 還有一半的時間 一半以上 那讓自己帶小孩會不會覺得 就是有點太 復刻不過來 剛開始真的會 但是我覺得就是 一直不斷地調適 跟不斷地溝通 對 然後還有身邊很多姐妹伴 姐妹桃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就一定要有這些媽媽的支援系統 我覺得還有夫妻有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儀式感 我覺得很多夫妻就是 太多年了之後 就開始都是柴米油鹽醬鑄茶 然後就說 老夫老氣了幹嘛要管這些 我跟你講 真的要 一定要 所以像今年情人節 我老公只請我吃了一個 雞腿的便當 我很不爽 你看你到現在還沒有補 他已經講了多少次了 三月十四都快過了 我跟你講 真的 唉唷 我跟妳講情人節絕對不能馬虎 我本來不會被講一整年 講到明年的情人節 我本來覺得沒什麼 就是被這些人一直洗斑我 一直洗斑我 什麼又是花又是開紅酒 什麼的 而且我們還去住飯店 就是 真的要一起 我去你的雞腿便當 因為 她說老婆 我沒有在在意這個啊 我說誰說的 其實有時候沒有真的很在意 但是妳只看到別人在過的時候 妳就會默默的心酸 想說為什麼我沒有 可是沒有我剛剛要講的是說 就是 夫妻的儀式感 是創造兩個人的時間 因為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之後 都在討論 產品有顏降助差 生活真的會歸於平淡 可是有時候 兩個人的時間出去浪漫一下 像曾姐這樣子的話 就是可以讓妳們重拾 那個粉紅泡泡 找到那個戀愛的感覺 我覺得這 不管對男生女生來說 都蠻重要的 對啊 我記得桃子姐好像講過這件事情 就是說有時候維持婚姻 就是真的要做做 就是要 就是有時候 要花點心思 把它營造出來 其實就會有 對 那兩萬有了小孩之後 老公會不會就擺在第二位 就是老公會不會吃醋 一定是啊 沒有啊沒有啊 我都把我老公放在第一位 這個人真的很做作 沒有我覺得一定是 可是夫妻倆是有共識的啦 那像剛剛曾也講嘛 我們的孩子現在比較大了 所以我們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多出來的時間 真的就是服務老公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會安排很多 我們兩個人想做的事情 想去的行程 對 我覺得階段性任務不一樣 因為小孩比較小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可以 以小孩為主嘛 那大人就是 大家就是分配好時間 也稍微 談個小戀愛啊 或有機會去約個小會 但講真的到最後 為什麼can't you can't you 牽你一輩子手的 真的是對方 真的是老公 所以我一輩子要最討好的人 就是老公而已 我看得出來你非常用力討好 對